我记得印象非常深的是 刘明康他说了一句话 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同比下降40%到50% 什么 中国的经济没事 而且他坚持自己这样的说法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中国现在房地产已经很糟糕了吧 大家都觉得过不下去了 交易量下降 然后哭了 储存量直线上升 已经跟2008年快要齐平了 这样的一个情况 大家看到房价的同比价格下降了吗 没有 一月份说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全部下降 70个城市里边有40多个是下降的 请注意 它是环比价格略有下降 下降的最多的是3%4%这样子 死前大概都是二十几个城市 环比价格下降百分之零点几 市场已经撑不住了 如果有一天说同比价格均价下降百分之十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 那就是求风扫落野 在座的人没有一个会去买房子 那么大家都会等着他 明天肯定会下降百分之十五 后天会下降百分之三十 现在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是处于滑动的边缘 奇强 你想我们现在的市场需要的就是刚性需求 如果你是投资品需求的话 价格会急剧上涨 那么政府如果想拉动房地产价格上涨 太容易了 第一像上海一样 说我讲的就是常住人口 我们大家现在是一个市场化的时代 对不对 所以我的这个购买房子的人口 不光是包括这个在上海常住人口 你只要住半年以上都可以在上海买房子 这个叫做改革 与民同立 谁反对我谁就反对改革 所以他在理论上 他的潜在的购买人口可以增加八百万 然后再接下去 现在是五年营业税下降 对不对 我现在很简单 你买上一年或者两年 营业税七岁就下降 尤其营业税这一块 然后政府就向市场释放了非常明确的信号 然后告诉你说 咱不提房产税了行不行 然后已经开征房产税的上海跟重庆 他把这个征税的标准再提高 比如说以前普通商品房是两万多块钱 现在普通商品房标准 他告诉你是三万多块钱 也就是说征的税越来越少 再接下来还有一点非常容易做的 就是第一 他首先放开房贷 第二个 在放开房贷的过程当中 存款准备金率下调 存款准备金率 现在他下调了两次 我们以前大的银行 存款准备金率21.5% 下调两次之后 现在是20.5% 那么大家想想看 按照每次50个基点来调 他如果是调到6% 7%的话可以调多少呢 有13或者14个百分点可以调 也就是说他可以下调28次 他只要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次五次 你看着好了 大家还不跌跌撞撞 只恨跌凉 少了一只脚 飞奔不得跑到中介机构去 去成交去了 为什么 因为这时候你预计政策就是要改变 房地产通胀会继续上升 政府要放松房地产 房地产价格一定会上升 只要预期改变 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但是现在问题是 如果说中国的房地产的价格直线上升的话 这个泡沫就是不可控制 中国的整体的经济生态会越来越差 我是支持房地产 但是我认为要鼓励刚性需求 我认为刚性需求这一块 你除非中国有大量的农民变成市民 做经济要讲政治 大家有没有看过李克强副总理 最近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 他说中国要拉动内需 怎么拉动啊 农民变市民 他算了一笔账 他说变成市民之后 跟农民相比 他的消费要增长在倍左右 我记得是 但是如果说 你把他一帮农民土地剥夺掉 你把他赶上楼 浑身金光的 然后跑到城市里来 那多的不是消费者 多的是一批城市武广 因为他根本没有消费能力 因为我经常要跑来跑去 我每次在车上 在地铁上看到农民工朋友 背的那些东西 他到现在背的 跟三十年前旅行的人背的是一样的 脸盆 牙刷 铺盖卷 他只要背这样的东西 你就知道 他是为最低的满足自己的消费在生活的 你在同情的同时 你也要知道 他们连一根牙刷都不会再去重新买 只要还能用 所以他们真的是无效消费群体 还有一句话是 中国人多所以消费能力强 现在人口增长最快的是非洲 消费能力强不强 你怎么不把房子造到非洲去 中国这个行销刚购 倒是说他的这个厂房造到非洲去了 结果也是忽悠 对不对 他还在安哥拉造了一批 你到非洲去造商品房吗 没有 所以光有人是没有用的 大熊猫才珍贵呢 但是也有特别有效的消费群体 这个跟中国的奢侈品消费是一样的 说明财富特别不均 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北京望京这地方 大家知道农民现在 这个变成市民之后 他的土地争了之后 就是吃吃喝喝 整天打麻将也可以过上好日子了 共产主义生活提前来到 对不对 这个是凭什么 就因为你是北京郊区的这个村民 就因为你有这笔钱 所以你就可以过上寄生虫的日子吗 这个基地机制是绝对错误的 其实已经有钱车之鉴 我到那个珠三角去的时候 珠三角的农民在2008年之前 一直过的是寄生虫的日子 因为他把他的厂房 他造一些房子 然后把房子出租给到当地来打工的人 他就可以过上很好的日子 自己就是整天吃吃喝喝打麻将 大家就可以想象 一旦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真的来了 比如说台商撤走了 港商撤走了 那个地方留下来的那帮农民 真的可以让当地的经济转型吗 绝对不可能 这帮人除了把自己养得白白胖胖 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用 黄雅森教授他们跟中山大学 做过一个联合的调研 珠三角的农民工的生存近况的调研 从2003年之后 农民工的工资开始上涨 当地的第一代农民工 已经回到老家去了 你如果去问第一代的农民工 现在已经50多岁了 你问他们想要这个户口落户吗 他瞪着你 以为你在嘲笑他 恨死你 因为他们在珠三角打了一辈子的工 基本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功落户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这个完全是一种天方夜谭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造成的结果是什么 中国没有培养出一批真正的技术工人 那么政府每年给县里拨款 让他们去培训农民 河南的有一个农民工司令跟我说过 他人家 他说他自己农民工司令 因为他在河南老家找了很多的工人 然后是到这个珠三角去 看全国什么地方需要农民工 他说在河南当地的地方 除了一半被当地的官员吃吃喝喝给弄走之外 叫做技术培训款 然后就是弄个五台电脑 他说这帮小孩自从政府培训了之后 就学坏了 整天就是打游戏 玩电脑 别的就不干了 因为他们现在技术培训 不是说培训什么 比如修车 培训什么缝纫 而是让你学会上电脑 这个就是一个不接轨的东西 那么我们再来看 在这种情况下 房地产现在只要政府不放松信贷的口子 不放松投资这个口子 没有大幅上升的可能性 不放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